本年梁振英 仅此宣誓 本年就院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定当用户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 遵守法律 连接奉公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和特别行政区负责 枪枪三人行 咱们还是有荣幸 跟大人物开会 不敢 这可是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 梁振英先生 每次碰到梁先生 都跟你打交呼 都要先想一秒 到底怎么称呼你 对因为在那个正规的系统里面 你是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不不不 他是我大学的校董会主席 那我应该怎么叫呢 老板的五次方 还是说 像很多人称呼你当CY 因为正英的广东话发音就是 正英 英文就是西 正英 那还是叫你说正英哥 因为香港 我们香港啊 有讲话有点江湖味道 草根味道 后面要加个歌字 正英哥 很有英雄的草根的味道 我看最近您讲到这个香港和大陆的关系 有一个地方 就是好像听到大陆 有某游客还是某什么 大概是说吧 说这个这个什么 要是没有阿爷就 你们香港找完蛋了 然后好像对这么一句话 你觉得对你有所触动 我觉得香港跟全国的关系 确实一直 今天是这样 在可见的未来 也应该是这样 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互惠 双赢 这个特点 我觉得很明显 也很清楚 有些有些内地的朋友呢 他不知道 比如说他说 SIPA 从03年 先先先到县来 这么多年的SIPA 好像呢 就是单向的 这老是内地呢 给向了一些好处 最明显呢 就03年开始 内地的一个一个省市 允许当地的居民来香港 个人游 那么 这个就给香港很大的帮助啊 确实是 我们也要感谢 确实是 但是呢 我们也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的 这个本质 我们也不能说 哎 内地 越岸城市 每年有多少旅客来香港 我们就放 多少香港旅客到内地去 我们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一直以来 香港就没有限制 香港居民到内地 我们也要去 大陆放一点水 香港就受益无穷了 同样的 比如说 现在有些香港产品 免税可以进入大陆市场 这个呢 我们非常感谢 感谢中央政府 感谢我们在内地很多消费者 但是 我们不能说 哎 呃 我们作为一个回应 或者报答 我们就 我们把香港这个市场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 一直就没有关税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货物呢 一直呢 就自由进入香港 嗯 所以我们只能从各个方面啊 我们尽量在香港能 做到这个范围 呃里面 能做到这个程度上啊 我们给国家做点事情 所以他这意思啊 就不要光问大陆为香港做了什么 也应该看到香港为大陆 做了什么 确实是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啊 呃 大陆尤其是讲权的啊 不管不同承接的讲权者 对于香港的感觉 看法有没有改变呢 以前有一个说法啊 特别前几年啊 嗯 有点笑话的说法啊 可是里面蛮有真实的 这就是说 好像蛮多大陆的内地的讲权的人啊 这是觉得总是 香港人不断要东西 可是应该游行的时候你们还是去游行 还是很多 我们在大陆的角度看不顺眼 不太喜欢的事情 你们还是做 然后呢 大陆听说有一句口头禅啊 很多高官都说 哎呀 香港人真没良心 还是有这样 有一句口头禅 这种这样的江湖的笑话啊 你感觉真实成分有多大 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 我们在这社会上啊 应该多做一些沟通的工作 把内地中央的观点 在香港多说一下 把香港的观点呢 在内地多说一下 往往做这个工作呢 你做的不好呢 就可以搞到两面不讨好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个工作呢 应该做 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 往往内地的朋友们 不知道 觉得香港这个地方 一直没有关税 所以呢 大陆的货呢 一直都经常 长头五脱 来来香港 那香港的货进去 现在免了关税 我们非常感谢 但是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从这个方面上 在这个问题上呢 做些相应的事情 所以这些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要要沟通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我在很多年前 我就创这么一个词 叫内交 内交 对 现在没有内交 但是可以有内交 一国之内 两制之间 我们把 怎么把一些观点呢 把它 把它说清楚 同时呢 也应该 给香港同胞 说几句话 香港同胞呢 确实是非常爱国的 不仅是回归之后一样 比如说我记得 我刚从英文念完书回来 70年代末期 不是 那个时候在东北 发生了一场三年大火嘛 那一次我在香港就很受感动 香港居民捐款啊 捐得厉害啊 对对对 然后呢 有过去30年 我们有 比如说一些天灾啊 滑东水灾 大地震 大地震 还有一些 比如说经常性的 香港居民到内地去 捐款 建校 住学等等 香港做的很多 比如在 在 全国范围内啊 我们比 其他的 华人社会 比如说我们跟台湾比 香港人口就比台湾 少很多 700万 但是 但是香港在 哪一次 在这些问题上啊 香港大力捐输 这方面在这个大陆人呢 我觉得是有口结杯 就是这个香港人 我们平常啊 其实对香港 也有一种不了解的看法 觉得那是一帮生存动物 除了挣钱 上下班 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但是你看 每次就是遭了大灾的时候 这香港人真是 踊跃捐输 而且那么多的 这个义务工作 而且学者们也认为 这个一国两制啊 实际这个香港的 这个制度 就是这么一和之隔 它对大陆的 就不管是政治 经济 司法 各方面 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 是应该看到 但是呢 我再说回 反倒是香港成了问题了 你看这些年啊 这个 你后来我跟我们公司 摄影师平常聊天啊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 这个香港人 我就讲 你觉得香港怎么样 他们总是讲 哎呀 经济不好 就是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这几年我最多听的 香港这个草根 蛮抱怨的 就是经济不好 然后我又问 我说你觉得经济不好 是那个中央干涉吗 是是什么搞坏了吗 还是怎么样 就香港没有足够的自主 他倒不怎么看 他说 他说香港人自己搞坏的 跟什么北京没有关系 但是那作为这个行政会议 赵基因 对香港这个经济啊 老师 差差差 这种反应 你怎么解释呢 我看经济问题啊 教科书里面就这样说 有两头 一头是生产 一头是分配 生产这一头呢 我们也也有一些矛盾 包括我们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工业了 基本上没有工业了 我们现在有些高端的 比如说 金融业 还有些服务业 旅游啊 物流啊 等等等等 但是生产这一头呢 总的来说很不错 1996年到2006年 十年时间 我们的生产总值 跑出通胀 增加了34% 十年增加34% 这个不能说是太差 这个当然跟中国大陆不能比 但是34%呢 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个是生产的一头 分配这一头啊 我们370万公共人口 收入最低的30% 2006年赚的钱 工资比1996年还要低 这30%那就110万了 哎呦 就110万了 所以分配这一头呢 就问题大 那过去我们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我们努力把这柄做大 把这柄装大之后呢 就有用英语来说 这个 trickle down effect 中文那些 低漏 慢慢低 低上 低漏 慢慢低 低漏效应 那么大伙都会分得到 那么大伙的生活都会提升 现在回头看呢 不是这么码实 所以呢 那这几年啊 我们都很努力去想这问题 包括什么呢 我们三年前 搞了一个公司保障运动 就希望呢 雇主啊 老板能够主动的拉高 保安员跟清洁工的工资 后来做了两年效果不好 所以去年特区政府宣布 那么这个在香港 刚刚美国这个传统基金会 又把香港 连续十几年啊 在世界这个经济 各个经济体里面 排到 评为啊 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 去年又讲 可是你 这个很关键啊 抱歉打断 因为我们一边 一般啊 通常说香港都觉得 很好 很自由的经济体 感觉很好嘛 很自由啊 做生意什么都好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最自由的经济体 这等于是说 没有监管 所以有人说 香港的工商界啊 第一个在立法会 在很多地方 力量最大的 对受保护的 最没监管的 所以呢 很多话根本不会听政府的嘛 比方说刚才您说到 弄了两年了 最什么工资提升运动 保障运动 弄不起来 所以甚至有人很极端的说 香港工商界是最没良心的 他可能每年去捐些钱 出去风头 或者说真的是爱国也好 可是说对于整个 整个基层的员工的保障 其实是不够的 这不像我们的这个国企 说话多少公司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再讲这个问题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无尽更久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传厂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活色 镜像变幻 红花朗 来 梁先生讲一讲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香港经济越来越差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 三年前政府推动工资保障运动 不很成功 去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 下了决心 做了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 但是同时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决定 我们提出要立法规定最低工资 就在分配这个问题上做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谈最低工资这个水平应该是多少 这个决定对香港来说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觉得下面的基层的工人 它没有得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应该带来的一些好处 所以这些工作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 其实呢 我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过去几年呢 对这些问题 香港总的来说 这个思潮有点变 这个呢 我看是跟香港回归有关的 就是现在回归了 我们这个地方呢 当我们慢慢慢慢的 对这个地方有个归属感 就我们不再想了 不再想这么移民到澳洲到加拿大 我们子孙后代 都会在这个地方生活 所以呢 我们想问题呢 想的比较长远一些 不是仅是想今天明天 同时呢 我们想问题呢 不仅想自己 也想别人 想的别人这个越来越大 这个群体越来越大 就想到全香港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一直在 在在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说法 说家四香港 不只是家在香港 家在香港的 是一个空间的关系 就是我家 五口也好 四口也好 我的家在香港这个地方 那么这空间关系 你可以搬嘛 但是家四香港的 就700万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就是我们700万人呢 应该好像一家人一样 但是香港是我家 我家就是香港 在一些问题上 包括这个经济成果的 分配问题上 我们多想想别人 我现在 我现在感到一个 很好的苗头 所以 有关的工作呢 我们在社会 各个街场来做 你包括 容易吗 梁先生 因为最近 特别最近两年 有人是担心提出一个说法 像香港的在管制上面 好像穿步难行 特别您刚提到说 香港的认同感越来越高 其实很好 可是那种感越来越高的意思是说 很多市民啊 对很多事情 以前可能不理的 很多公共政策出来 好吧 你这样做 没有办法 我也懒得理你了 我多炒股票就好了 现在不是 这个反对 那个抗议 很多事情 结果呢 现在有很多的政策 不管是教育 语言的问题 房地产 等等 很多各方面的政策 还有整个卸区发展 重建的问题 都受到很大的障碍 要么就是完全停下来 要么就往回走 这个看法你怎么样 有人甚至用几个字来形容 没法管制 整个运作不下去 有人是有这个担心 你觉得是有这个情况吗 我看从好的方面来看 香港社会过去十几年出现的 一些种种要求 我觉得有它积极里面 九七前 大伙呢 不会谈香港的海港保护 香港的教育制度 香港的房屋问题 香港的经济结构问题 为什么 那个时候很多 社会上的人 尤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 他的心不在香港 他的将来呢 在澳大利亚 在加拿大 在其他地方 你那个时候跟他谈 我们坐下来 研究一下 香港的环境保护问题 香港的海港保护问题等等 他说 保护什么 我明天走了 Not my business Not my business 他说空气问题 澳洲的空气很好 教育制度 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没问题啊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经常提出 要求香港多关心香港 多表达意见 大伙呢 那个时候呢 长远的事情不小 回归之后呢 对海港问题 环境问题 教育问题 还有医疗保健问题 我们经济结构问题 等等等等 一下子 因为不走了吗 走了人就回来了 那么大家想长远啊 不仅想自己 还是想子孙呢 很多 这些 常有问题 宏观问题 一下子出来了 也包括最近呢 社会上一些年轻人 比如说他要 保护天性码头 他要保护皇后码头 那么 有些年纪比较大人呢 他说 有什么好保护的 没有什么历史价值 就几十年嘛 这个码头 也没有什么 建筑上的 价值 但是我想啊 对年轻人来说 不一样 这些码头啊 还有 像那些地方啊 一些农村啊 等等 对年轻人的价值呢 不一样 因为他们这一代呢 他完全是生在这个地方 长在这个地方 也从来没有想过移民的这一代 对 所以香港的新生态 所以呢 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感情啊 跟我们这一代 跟我父母的那一代 都不一样 哎呦 不要说他们呢 就连我这个算外来移民 我都对天星码头 是我对香港的感情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刚才大家说了这些建筑之后呢 就是年轻人也好 或其他的 呃 年龄久别的朋友也好 他要保育 那么我们社会要发展 嗯 因为我们人员得多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空间的 这个这个标准啊 第一 我们怎么去平衡 保育 跟跟发展 这个是另外嘛 是 但是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了解 尤其是年轻人 他对香港 今天的感情啊 应该说 跟我们那一代 跟我们父母那一代 不一样 那就这个问题来说啊 从好的方面来说 应该是我们应该去 好好去调动 这个积极的力量 新香港人 已然诞生了 谢谢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一年时间 百万日本平民 是如何来到 中国东北大地上 又过着怎样的 居民生活 他们是如何 意气风发的来 九死一生的回 一段日本的移民侵略事 四十年 日本开头团在东北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哦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梁先生你说 我们要考虑以后 很久的香港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听到 身边很多香港人 讲起来就调子很灰 比方说台湾三通 哎呀 说香港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这两名声音没有了 台湾也不会转到香港了 好像说海南 现在又开发什么旅游 甚至传出有什么 博彩的可能性 又有香港人说 完了完了完了 香港被边缘化了 你们没有这个担心吗 应该讲说 我们应该有一种危机感 局限思维 这肯定是 我们不能说十年前 像经济结构这样 我们的主要产生是这几项 十年后的今天有这样 或者二十年后 还是讲不行 全世界变得很快 所以我们要必须不停的 有一个广东词 你肯定听过 走围 走围 你可以说的走围 就像主持人你知道 会走到那去 这个灵活的移动 这个就是我过去很多年 用广东话来说 我提出这么一句说法 我说 要懂走围 不用走鬼 走围 走围呢 第二次就是调整 我们不断调整自己 调整我的策略 调整我的位置 你才走鬼的意思呢 你把这个位置调整好 就不必走人了 只走鬼的意思呢 就跑掉 警察来抓这就找鬼 你说香港未来 这个这个在竞争力下 它的增长点 或者是定位 这个位在哪呢 比如说你说台湾问题吧 三通之后 可能对我们的运输 包括对我们的花棍 花棍码头 会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呢 就我当校总会主席的城市大学 来说呢 我们已经找出一个深的一个门路 新的一个门路 是什么呢 我们有个法律学院嘛 都搬得很好 我们准备 经过一年的研究 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三月份 我们公布 今年夏天 我们开始招生 法律系 硕士生 硕士生 念什么 海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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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香港是 九二度货柜码头港 但是呢 我们的海事服务业呢 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海事服务业是什么呢 传播的登记 买卖 租赁 融资 保险 和所有这些有关的法律服务 签了合同之后 有纠纷 仲裁 调解 诉讼 所有这些 是说坐在屋子里面 高端的服务业 那么我们这个海事法 服务呢 今天呢 这潜力很大 但是还没有发展起来 要是我们从 在这个货柜码头的基础上 我们发展刚才所 我说的 就十项八项 跟海事有关的服务业 高端的服务业 那么 台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